重揭今生善果,为现实造福,为来生结缘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语 我是厚普,喜欢,请您关注我们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农历三月十五起,财运连望九十日 四大生肖财运亨通,正横财双收不可挡 快来瞧瞧你是否榜上有名 农历三月十五的财神圣诞后接下来的九十天 将是金钱如潮水般滚滚而来的黄金时期 对于那些怀揣财富与成功梦想的人来说 他们的心情耕耘与不懈努力 终将结出丰硕的果实 此刻,让我们一同揭晓农历三月十五 最具发财具财命的四大生肖 期待他们在这段时期里 能够以不懈的努力 创造出令人瞩目的财富 生肖虎 生肖虎的朋友们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在即将到来的农历三月十五 他们的财运将迎来百倍的增长 政财偏财如泉水般源源不断 富贵之气滚滚而来 简直让人挡都挡不住 他们的运势红火兴旺 事业发展更是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不仅事业能够攀升至人生的巅峰 财运上也是大赚特赚 钱财滚滚而来 赚钱的机会更是一个接一个的涌现 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些大好的机遇 大财小财 正财天财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家门 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生肖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财运已经势不可挡 准备好迎接属于自己的财富盛宴吧 生肖龙 生肖龙的朋友们 自三月十五起 你们的财运将如同绚烂的朝霞般 大红大紫 正财旺盛 横财频发 在事业上 你们将步步高升 如同龙月云金 一路攀升至顶峰 运势红到发紫 八方财源如潮水般滚滚而来 发财的道路变得愈发开阔 令人羡慕不已 同时 属龙的人此时时来运转 事业上有望升官加薪 职位不断攀升 生意上更是四方来财 财源广进 对于创业者而言 也有望功成凝旧 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只要你们能够把握住这些大好机遇 善于借助运势的力量 再接再厉 那么正财横财将一起发 财库将变得越来越丰盈 后半生将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生肖龙的朋友们 此刻正是你们大展宏图 财运亨通的好时机 珍惜机会 努力前行吧 生肖蛇 蜀蛇的朋友们 自三月十五起 将迎来运势的爆发时刻 这一天 天福星大将蜀蛇人的财伯公 预示着你们将迎来一波 前所未有的大机遇 在此期间 贵人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为你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财运也将随之水涨船高 一路大发 更令人惊喜的是 还可能有意外之喜降临 为你们的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从明天开始 蜀蛇的朋友们将迎来极佳的发展机会 特别是在三月十五这一天 极星的保佑将使你们的运势开始回暖 事业上将迎来明显的进步和突破 财富也将翻番增长 名利双收 让你们的生活更加富足和美满 蜀蛇的朋友们 抓住这难得的机遇 努力拼搏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生肖马 生肖马的朋友们 从三月十五开始 你们将迎来一段发财发福 又发家的美好时光 天财运更是旺盛 各种好机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让你们备受天宠 未来 你们将成为吉人天下的代表 彻底翻盘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只要你们保持勤奋努力 并且拥有良好的心态 横财便会不请自来 为你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同时 如果你们在做事时能够灵活机制 善于应变 那么事事都将有所成就 让你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分成 要知道 磨难不会一直伴随着你们 虽然有时会苦一阵子 但总会过去 未来的财运将连望不断 你们将成就一番不菲的事业 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智慧 生肖马的朋友们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运势 勇往直前 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生肖羊 蜀羊的朋友们 自三月十五起 你们的横财运将迎来爆棚的盛况 仿佛遍地都是黄金 钞票堆积如山 大富特富的日子就在眼前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你们将迎来极佳的运势 各方面的发展都将一帆风顺 如鱼得水 更值得一提的是 你们还将受到极星的庇佑 有机会获得一笔丰厚的横财 彻底摆脱霉运的困扰 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南无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在此保佑 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及神常伴左右 无论遇到何种困难 都能逢凶化吉 心想事成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三种生肖 在财运方面与黄金相克 不带金 反而能让财运翻百倍 这并不是迷信 而是真实存在的现象 有些人确实与黄金相克 佩戴黄金会导致财运和阳寿 受到精气的影响 因此在选择饰品时 请务必注意自己的生肖和五行属性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生肖鸡 生于阴历十月或十一月的属鸡之人 由于命中多阴水旺 佩戴金银首饰 往往倍感疲惫 难以真正放松身心 更令人遗憾的是 即便付出了努力 却往往难以获得理想的回报 仿佛是白忙一场 实际上 鼠鸡的人五行鼠木 与金相克 因此佩戴黄金首饰 并非明智之举 为了避免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建议鼠鸡的朋友们 慎重考虑是否佩戴黄金首饰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鼠鸡之人 无法佩戴其他饰品 来增添魅力 他们可以选择银饰 或其他玉首饰作为替代 既能彰显个性 又不会与自身五行相冲突 此外 如果鼠鸡之人 希望通过佩戴饰品 来增强运势 可以选择与自身相合生肖的饰品 例如 生肖鸡的三合生肖 包括生肖蛇和生肖牛 六合生肖则是龙 这些生肖与鼠鸡之人最为投缘 佩戴相关饰品 有助于提升运势 吸引贵人相助 在本命年期间 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会有贵人出现 帮助鼠鸡之人顺利渡过难关 生肖狗 鼠狗的朋友们 在佩戴饰品方面 黄金可能并非最佳选择 黄金作为财富与金钱的象征 固然能招财望运 但狗鼠卯木 而木克金 因此有说法认为 鼠狗之人不宜佩戴黄金 事实上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 特别是生于四月和五月的鼠狗人 佩戴金银可能并非明智之举 因为这样的选择容易招惹小人 难以获得他人的支持与拥护 甚至可能因小事与人产生不快 对事业运势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鼠狗的朋友们来说 佩戴本命佛文殊菩萨会更为合适 文殊菩萨作为鼠狗人的本命佛 象征着智慧与力量 其手持金刚宝剑 能斩断一切烦恼 左手持青莲法花 象征无上智慧 文殊菩萨不仅能开发智慧 提高悟性 更能助力小孩学业有成 官人福禄双增 商人增财增福 此外 红文石与金发精的搭配 也是鼠狗人的优选 金发精作为开运水精 能保健康 党劫难 兴旺财运 因此 鼠狗的朋友们 不妨选择佩戴红文石与金发精 相信这将会对提升运势大有必益 生肖猪 生于阴历十月或十一月的鼠猪之人 若选择佩戴金项链等手势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利后果 首先 此举亦招惹小人 使得职场之路充满坎坷 难以顺利前行 尤其对于经商者来说 更可能遭遇他人的恶意竞争与叮烧 其次 从五行八卦的角度审视 鼠猪者五行鼠火 而黄金则鼠金 众所周知 火能克金 因此 佩戴黄金 不仅无法提升鼠猪者的运势 反而可能带来诸多负面效应 他们将承受沉重的生活压力 每日被不顺心之势所困扰 夜晚辗转转反侧 心中之苦无人能速 只能独自承受 更糟糕的是 鼠猪者的整体运势可能持续下滑 无论何事都显得尤为不顺 且前方还隐藏着诸多未知的障碍与磨难 为避免这些潜在的祸患 鼠猪者应慎重考虑 避免佩戴黄金饰品 其三 佩戴黄金会削弱鼠猪人的运势 可能引来诸多不必要的困扰 若不听劝告执意佩戴 职场中将频发遭心事 压力倍增 棘手难题层出不穷 收益回报难以可观 金钱上难以大赚 且亦遭遇破财之灾 手头拮据 为钱所困 更糟的是 佩戴的黄金饰品 还可能引来小偷觊觎 有失窃之余 感情上亦难如意 婚恋生活波折重重 单身者难觅家偶 有伴者可能面临分手 已婚者甚至可能遭遇背叛 终至离婚 其四 佩戴黄金对蜀猪人而言 更是霉运连连 职场生活均亦遭遇意外不幸 职场中小人暗算 陷害频发 辛勤付出 却难获回报 生活中异常陷入尴尬境地 难以抽身 压力重重 因此 蜀猪人若欲佩戴饰品 黄金绝非首选 可考虑水晶饰品 以提升运势 或红色手绳 让运势好转 生活更加幸福快乐 若希望进一步增强运势 子坛佛珠亦是不错之选 佛门之物曲斜避难 聚运效果显著 且木制饰品 自带自然气息 子坛佛珠实为难得之真品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您的慈悲之力 护佑我们每一位众生 让我们的家庭充满平安与和谐 一切事物均能顺利如意 愿疾神常伴我们左右 不论遭遇何种困境 都能逢凶化疾 化险为夷 更愿菩萨的加持 让我们裁员广进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意 都能兴隆昌盛 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深知 这一切的恩责都源于菩萨的慈悲与庇佑 我们将心怀感恩 虔诚祈祷 愿菩萨的慈悲之光 永远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